過來了 然後我就說 對 尾的浴巾是不是 沒有 要是個流浪就對了 還中睡著 尾的浴巾 然後我就說等一下 我有點走不開 然後他說是這樣 他就把還要一隻手 把他們扳開 腳撥開 然後又會醒來 所以我們都差不多這樣子 三個人這樣黏在一起睡 差不多要個10到20分鐘 然後你就看到一個在那邊 而且你要慢慢縮對不對 對 你要慢慢抽掉 你沒有辦法一下抽那麼快 你應該有說過 因為他會勾 你看他的腳 超會勾的 然後你一說他會知道 他會知道 他會把你這樣靠橫這樣 然後一定要碰到這樣 而且他除了很 他還要碰到肌膚 他除了很愛我之外 他也很愛奶奶 就是比如說像我婆婆 就是前陣子就住院 然後他住院的時候 我們就是視訊 然後他視訊的時候 他一看到奶奶 就是躺在病床上 他說奶奶在幹嘛 他說 然後我就說沒有奶奶 他生病 就住院住一下 他就好了 然後結果他就開始 奶奶的路邊 都已經視訊都掛掉了 都已經說你不要再裝了 不要再演了 不需要 他說他就對著一天 然後仰天就一直哭 妳應該把這影片拍給奶奶看 奶奶會很開心 有 奶奶非常開心 然後他就一直 奶奶 然後我媽 因為我們在娘家 我媽就說不用在那裡哭 跟奶奶是要哭 差點講出什麼了 差點講出什麼了 你們要講什麼了 你媽媽跟親家那邊要幹嘛 你媽媽 哭吧 不是 他真的哭得很可怕 你媽媽現在是視訊人家 自己擦一個罐 假裝拿吸管 幫他熬一下這樣 那個還是珍珠奶茶酥雞 奶茶酥雞 奶茶酥雞貼在那邊這樣 因為他哭得真的太悲傷 因為覺得 好像場面被親家拿走了 對 但因為我子女 現在剛好就是5歲 就是剛好就很喜歡幫忙 做家事的年紀 幫忙拖地 幫忙就是洗碗幹嘛的 然後因為像我們家吃飯的時候 她就幫忙拿碗筷 這是她每天的最大的樂趣 那天吃飯的時候 因為我媽會先幫大家盛飯 然後她就去幫忙弄弄弄 她就說一人一碗 我想說為什麼大家的飯都8分 我的只有3分這樣子 我就說 那個妳給我過來 我說為什麼我的飯那麼少 她跟我說 阿嬤說竹仔都養胖了之後 拿去賣掉 姑姑妳太胖了 妳不要再吃了 不然 她跟我說 妳這樣吃得太胖了之後 妳會被抓去賣掉 她這樣很快 應該是全家第一個會被賣掉 她的很涼 她說我不要 如果妳跟姑姑被賣掉 我要跟姑姑一起玩 姑姑妳不要再吃了 妳太胖了 妳會被賣掉 我吃得很熱鬧 妳應該高興還是妳應該來 我吃得很棒 她其實就很像奇妙一樣 我知道她其實就是 因為我會買很多玩具 她很喜歡我 可是重點是 你真的也不用把她比喻成豬 就是OK 可是又好吃又吃 我其實很開心的 誰煮少女的哏 對啊 沒有吃太胖了被灑掉的 這親子生活 其實就很享受 真的 享受那個時刻 對 他們要真的很可愛 謝謝四位爸爸 媽媽的分享 謝謝